有些人會逃避政治,會覺得很煩厭 這類人都多了,也看不到出路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的,如果你回顧1967年暴動之後 其實那種社會矛盾,既有仇恨政府 也有覺得社會太過煽厭 當時的英國政府去做了一個大規模的研究和調查 它就開始引進社會福利,多些康體的設施,推動文化 同時慢慢去改變選舉,提供有民主成分 這個其實現在我們應該要參考 所以當初二我是第一個去聯署 我就說應該要委派獨立的去優法官做一個調查報告 那個報告除了要找出事發經過責任之外 其實就是要去了解社會背景,導致有這種紛爭的原因 從而其實我們都不會說一兩年就會馬上改變這種分裂 或者說仇恨 而是我們要知道原因,有了一個報告 我們知道建議,類似六七年之後的情況 我們在社會民生上高,我們應該怎樣走下去 譬如我們之前談過合作社房屋 令大家看到出路 而且我們真的有可負擔房屋 政府是願意和市民一起度過難關的 不用整天都會追求那些永遠追不到的樓價 又給外資進來炒貴樓 要讓他們看到出路,對不對? 年輕人要讓他們知道政府其實是關注新人 市民才是一個社會的主人 多點養市民去討論 所以我擺街站的意思就是 你如果不讓他們討論 其實就會仇恨加深 因為見到你就說髒話 接著你就說髒話 大家就會將仇恨繼續鑊化 但是怎樣去化解呢? 就是我們真是以你服人 我們是面對群眾 你罵我不要緊 大家一起同堂我給你咪 我們做街頭的論壇 當他有一些東西說出來 我們又將我們的看法告訴他 有部分他開始會說 這是我的誤解 我們也要接納就是 有部分我們應該要聽 聽了之後我們要改進 其實溝通是一個改善的空間 我們帶頭去做這件事 即是政治人物帶頭去做這件事 做到右下而上 以利服人 街頭論壇 希望政府都可以這樣做 你會讓市民看到 其實你是強健高壓 是吧? 欺壓弱小朋友 所以其實無助解決現在那種仇恨 所以希望政府會看到我們 是 踏出這一步 其實我們每天都去面對 不贊成我們政見的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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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